順序,所以你就12345,然後再來就裡面的範例,反正就是照這個範例題,我已經整理好了,這些範例,第一個就是你先打開,這裡面的第一個範例,就是這一個,01的這一個,文字與資料函數練習題,打開來之後的話,請各位就是先看一下,這邊有一些綜合練習題,這個綜合練習題裡面呢,其實它的需求非常簡單,這個是某電信公司,也是內部訓練的一個,他們自己提出來的題目, 他們,這個客服主管,他們都需要做一件事,就是把後面這三個欄位,變成上面各位可以看到的這樣的一個格式,這個地方的一個格式,那其實基本上,09開頭,後面就是11,再一個那個,這個minus符號,然後再補,特別是,如果是兩位就補一個0,再一個minus符號,再一個兩,就是如果一位的話就補兩個0, 所以最後的結果,你必須要在這邊顯示0911,然後後面就是要補0,那可是要怎麼補0,要補幾個0,這是一個問題,所以這裡面的話,可能需要知道幾個,第一個,怎麼去串接這些相關的字串,所以文字啦,其實常常遇到,我想,遇到狀況最多的,就是很多人不太能夠理解,這怎麼樣把它串在一起, 如果不能串一起,那邊你要土法列,剛剛自己來,那就花時間,那串的話,基本上就有幾個重點,and符號,這個應該都會啦,這個應該基本關鍵,如果重複幾個0,就可以用repeat,這個repeat的函數,rept,實際上就repeat,repeat的意思就是,你要重複什麼樣的字元,重複幾次, 所以會需要兩個參數,一個是重複字元,一個是重複幾次,另外的話,len,len這個函數是什麼,計算,某個格子,假設啦,這個儲存格裡面有幾個字,如果有兩個字的話,那補一個0,如果一個字,補兩個0,如果0個字,補三個0,那你會發現,這兩個加起來就是,就是3,所以用3來減,就是答案的, OK,所以,題目很明確,請你用rept加len,做出這個結果,怎麼做,問題,OK,那第二個就是說,做完之後,你會想說,有沒有更快的方法,當然有,有沒有更簡單,因為,這個題目是他們主管想到的,不過我後來發現,這個方法不是太OK,還有更好的,那你想說,那有更快的方法,那當然,另外還有一種方法,就是這邊加一個按鈕, 一鍵有沒有,按下去,自動就全部完成了,OK,或者是說,再加一個,一鍵完成,就用著把它清除,或者是說,插入函數的時候呢,最好是不是有個函數,就叫,欸,什麼手機函數好了,直接就給他,他要的,他給你最後的結果,欸,那有沒有這東西啊,其實就有,後來,後面我會講的, 就是,利用那個,開發人員裡面的Visual Basic,如果你撰寫一些程式,那撰寫程式流程,基本上就按右鍵,插入一個模組,那至於,你想要體驗的話,其實我剛剛講過,雲端白板裡面都有答案,所以如果你什麼都不想做的話,程式嘛,有沒有,假設你,至少你要學會, 你什麼都學不會,沒關係,你一定要學會複製貼上,你複製貼上,會的話,基本上,你就有一個門票了,所以很多工程師每天做的事情都是複製貼上,而且我還問過有一些資深一點的工程師,我說,欸,你程式怎麼寫出來,我說複製,他說跟我講複製貼上,我也很驚訝, 連你做這麼久,你還在複製貼上,因為台灣可能還是中小企業為主,所以,OK,那比如說像我們有個門號,然後像我剛剛講的這個需求,就是1234,其實就四段程式嘛,都紅色開頭,那其實如果你貼上之後,答案就出來了,那你可以再做什麼呢,比如說我今天要兩個按鈕的話,我就先一個按鈕,加一個門號,然後把這個門號, 給做一下,比如說這個,那它有什麼作用呢,按下去,門號出來了,OK,夠快吧,然後如果你要再一個清除,讓它還原的話,你就是再把,剛剛不是一段程式是清除嗎,那清除就是,再一個按鈕,清除掉了,OK,所以,VPA是什麼,第一個就是按鈕,OK,就是按鈕,就做按鈕就對了,OK,第二個,可是, 我同學說,老師,我平常工作不是用按鈕,我希望在這邊插入一個函數,有沒有一個函數叫手機函數,其實是沒有的,自訂嘛,對不對,使用者定義,手機函數,有沒有,按確定,有沒有,一個蘿蔔,一個坑,按確定,點兩項,做完了,有沒有,OK,但是這個是沒有的, 可是你工作需要,怎麼辦,對不對,如果你用原來的方式,你可能還是做得出來,只是你要下一堆的,一堆的公式才能完成,這個時候你就想說,欸,那我乾脆就寫一個,完全符合我工作流程需要的函數就好了嗎,對不對, 那如果這個部門大家都需要,那我就專門找一個人,專門寫這些事情,那不就全部都完成了嗎,到時候再把函數給大家用就可以了,那給大家其實可以用真意集啦,真意集大家裝一裝,每個人都會有了,OK,就會自動就會跳出剛剛的東西,但是做完這個之後,就有同學說, 老師剛剛那個插入那個手機函數很麻煩的,為什麼你要,欸,一二三,還要三個格子,後來就有同學說,老師可不可以乾脆這個範圍一選就好了,後來我就想說,欸,也可以啊,有沒有,再加一個手機範,範圍,那範圍又一個格子就可以了,刷一下,因為以後你一定是一個範圍嘛,對不對,如果三次要點三次,對不對,十次要點十次,有沒有辦法刷一下,全部都進去了,那按個確定,欸,可以嘛,對不對,好,OK,所以點兩下, 事情就搞定了,對,多好,如果很多東西都幫人家幫你學好了,那你就一下就事情就做完了,OK,所以VBA第二種模式,就是自動函數,所以簡單講一下,這就是你們要學的,OK,效率有沒有辦法提高,這個就可以看得出來了,對不對,如果做出來,所以之前很多同學,我就很納悶說,奇怪,怎麼這麼多人要學這東西啊,然後我問他說,你怎麼來學的,他就說,因為 他看到他的同事,每個人上面都很多按鈕,然後他一個都沒有,因為他就跑來上課了,OK,他就想要來學這個按鈕,所以這個按鈕怎麼做出來的,等一下會講,所以基本上這個範例,大概會用到的,也許就是先從函數開始,再來就是VBA的第一種方式,再來VBA的第二種方式,我們等一下會跟各位做說明, 那前面有一個REP的列息題,有沒有,repeat幾顆星,如果有時間可以自己再去列習一下,插入函數,找到文字函數,因為repeat在文字函數裡面,repeat什麼東西呢,repeat這個星號,那你可以把它先F4鎖起來,其實你只要鎖列就可以了,因為向下填滿的列,鎖一個列,然後呢,幾次,根據他的銷售量,除以,就是100, 就是說呢,他的銷售量,每100筆,給一顆星,所以你就除以100,OK,那這邊會出現1.58,不過如果說,這邊不到100,他當然就不需要產生1顆星,所以比較標準的是,前面再加個RNT,這個RNT主要是什麼,無條件捨去那個小處點,有沒有,你會發現這個後面變成1了,加個RNT,就會把你後面的東西, 的小處點,全部無條件捨去掉了,就變1了,所以比較標準的做法是這樣,按確定,好,那把它稍微自重一下好了,第一個,repeat就做完了,OK,再來等一下還有其他的,比如說什麼laps,這個有的比較簡單,我想我就大概概略講,那其他你們就自己練習一下,laps是取左邊的幾個字,right是取右邊的幾個字,那還有就是len, dn加mid,這個mid是中間mid,中間的幾個字,所以如果有時間,各位先練習一下,那待會最後才會講到綜合練習,那基本上你們需要看到答案,如果可能程度比較好的,你可以自己再到那個,雲端白板裡面,這邊有個程式碼,打開來,就是剛剛這些東西了,OK,畫面先還給各位, 好,試一下